云林旅北同乡会集结在台北车站前 人手一张高铁票呼吁旅北云林人126返乡来投票 那么国策顾问康益胜就说了 云林县长后选人刘建国在立委镇内争取到长照中心 一届都很感谢他 另外是总会长也说了 说刘建国处理乡亲的案件尽心尽力 新云林 云林旅北同乡会 50多名乡亲集结台北火车站前 大家一手拿着高铁票 一手拿着红布条 号召乡亲朋友返乡投票 云林人要觉醒 云林人这次一定要返乡投票 下架云林张家势力 不少云林乡亲虽然旅居北部 但有的户籍还设在云林 这次大选纷纷要力挺刘建国 这票我都买好了 就是说要回到国庄大法这个宣情的一票 老建国这十三年 做立委 我们在北部才有安全 乡亲都讨过我 拜托老建国 老建国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帮忙 给我们服务 云林县的医界的 所有的人都挺刘建国 争取到那个 好几十亿的那个 杭绕的一个研究中心 资深媒体人蔡玉珍也是云林人 这一次回乡投票 她说对于张家的伪健 也看不下去 家族的违建 然后不断的长胖长大 她把这个云林的很多的资源 都当作张家自己的资源 在在私用 选前倒数关键 云林同乡展现大团结 要用自己的选票改变云林 记者朱文正台北采访报道